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紙時間 Hello Kim Hello Apple 你今天說中文字幕 我家裡有種紫羅蘭的 你有沒有種種? 我有啊 不如種瓜瓜菜菜 拿來吃 我今天分享一些提示 很多時候我們去看風水 有一些別墅 或者是郊區住的 例如西貢 或者是新界那邊 一個村屋也好 後面也好有個花園 很多人都喜歡種東西 有些種樹 有些種花 但有一種我不建議大家去種 就是紅杜鵑 杜鵑可以種 杜鵑非常漂亮 像櫻花一樣 很漂亮 但紅杜鵑還有另一個名字 叫血杜鵑 紅杜鵑裏有一種是深紅色的 很鮮紅的 像血那樣的顏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 香港也是見粉 粉粉的 是甚麼 它有一種是很深紅的 紫紅色的 我們叫做血杜鵑 血杜鵑是煮的 例如夫妻 或者家裡不和督 會經常哭 會經常吵架 所以有時候我們種植物 尤其是 即使你家裡不是種植物 你會說 OK KIM 我家裡沒有大花園 我沒有種植物 我只是放在桃花的位置 好了 你盡量不要放一些有刺的東西 像玫瑰花 大家都知道 盡量可以放一些百合花 先人獎那些 我不見別人放的 你有沒有發覺你朋友 家裡有種紅杜鵑 我這個案子就是我的客人 因為那位小姐就是夜場小姐 他跟男朋友一起住 我一直看她 也看到她裡面有些是非位 她剛剛在是非位的位置 她的花園中了一棵紅杜鵑 我看看 再看真點 那些紅杜鵑 那我就叫她 不如你不要種這些 種其他東西 那後來她都種 她就馬上問你為什麼 應該會是嗎 因為我告訴你 因為她那個是紅杜鵑 其實是 例如你種一些有刺的花 都其實不是好 你沒有理由種一些經濟 或者種莫斯人獎 那你一定有很多是非 可能就是家裡小的 就是家裡吵架 又或者是公司你上班 很多是非 有人讀背脊 小人 你家裡也沒有放些 先人獎那些 派別不同 因為有些派別說 對面那層樓 那些癌癌慘慘 那些不如我擺一棵仙人獎 以殺鬥殺 這樣 但我自己就 我師傅教諾 就不建議我們 去擺這些尖的東西 尤其是尖 因為主是主受傷 有些很尖的 擺一塊劍 或者擺些什麼 那個殺氣帶 所以都不是 盡量在家裡 就擺一些 即使樹木 那些葉子大一點 例如黃金角 你都不會用很尖的 一枝枝 隔著人 明白 明白 好 如果想了解更多資訊 去HK026.com這個網址 下一集 OK 拜拜